大家好,我是顾允琼博士,美国人包玉敏被驱逐出境,而他的神奇人生经历吸引了我的注意。 他是天津人本科天津大学,他自诉,从小受教授大学物理的父亲影响,说明他出自大学教工家庭。 教人嘖嘖称奇的是,他还在本科就读的时候,就开始担任香港超级国际有限公司的董事助理。 而这家公司曾经管理着天津当时最豪华的夜总会之一,安全地带夜总会。 他25岁的时候就创建了多个大型项目,1996年开始做律师,2000年去了美国,却读了计算机硕士。 他可能是通过结婚获得了美国绿卡以及公民身份,2009年两人离婚,而他已经在2007年左右回国发展。 2014年他开始发帖,要收养健康宝宝,一年之后他结识了李欣欣母女俩,开始了收养生活。 后来有人说他读书的美国大学是野鸡大学,还有人推测他是假结婚拿的美国绿卡,因为在美国很难混,所以就回国忽悠了。 也许这就是我们的悲哀,愿意回来的往往都是一些坏人。 特别人说的,愿意回来的往往是一样的,愿意回来的往往是一样的,那些人。 感谢观看